你是否和衣女有一样的困扰 喜欢春夏多于秋冬呢 尤其是夏天要过多到秋天的时节 只要气温一下降 天气一变凉变冷 就觉得自己的体力变差 而且精神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夏天的时候就想往外跑 秋冬的时候觉得家里沙发好 夏天的时候体力好精神好 秋冬的时候只想在家睡懒觉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现代医女杜晨云 欢迎跟着医女一起爱保养变健康 每到秋冬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不如夏天般的活跃 夏天的时候日照时间长 就算五点下班以后 天都还是亮着 总觉得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好多玩耍的地方都还没有去 而秋冬的时候呢 日照时间短 天气又开始变冷变凉 早上天还没亮就要上班 傍晚下班的时候已经一片漆黑 哪里都不想去了 其实呢春夏的时候体力活动旺盛 秋冬的时候呢早早回家休息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耶 也就是我们人体小宇宙 对应这个外在大宇宙 所出现的一个生理调节 各位有没有听过中医的八字真言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其实这就是皇帝内经所讲的天人合一的养生规律 皇帝内经说到五脏印四时各有收印 这里的四时讲的就是四季 五脏呢各有对应的季节 像是甘对应春天 心对应夏天 肺对应秋天 肾脏则是对应于冬天 所以呢根据季节的不同呢 我们需要好好照顾的脏腑呢 就会有所不同 而现在呢就是秋天的时节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肺呢 古文是这么说的 肺者弃之本 破之处也 其滑在毛 其冲在皮 为阳中之太阴 通于秋气 所以啦秋天的条理 手中在肺 中医的养生哲学呢 让你在秋天养肺 肺养好了 其他的一切自然气机畅通 所以体力差 气管喉咙不好的朋友 更应该要在秋天养肺 老中医呢 会教你基本的养肺三招 第一个 秋天适合早睡早起跟晨间运动 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 太阳开始比夏天提早下山 而夜晚渐渐的拉长 秋天呢 正适合早早回家 即早上床睡觉 以补足夏天睡不够的困扰 尤其是呢 秋天即早回家呢 早点睡觉呢 还可以收敛你的废气 少受外在寒凉的伤害 所以呢 早睡早起 一定是适合秋天的节奏 而不冷不热的秋天呢 也正适合户外的晨间锻炼 各位想想看哦 现在的早上呢 不像夏天那么热 也不像冬天这么冷 所以呢 晨间的户外运动呢 就可以帮助你疏通废气 调理你的气机 像在户外要做什么呢 你可以慢跑 快走 骑单车 或者是你要练广场舞 打太极 练剑 也可以进行滑板 直排轮的运动 都很合适秋天的晨间运动 第二个 秋天适合 资阴润造跟汤汤水水 什么是资阴润造的食物适合秋天呢 医女常常提的 只要是柔柔润润 软软绵绵的食物就是 我们常常想到就是像 黑白布尔一样 软软柔柔的东西 或者像是燕窝 像云朵般一样的柔软 什么是适合秋天 滋阴润造的食物呢 例如我们可以喝一杯 柠檬蜂蜜水 可以滋阴润喉 或者可以煮一碗银耳百合汤 放松身心跟安神 你也可以来一碗小米粥 配上皮蛋豆腐 豆腐是不是也是 软软绵绵的食物呢 或者是呢 你可以用花旗参竹生炖鸡汤 也许简单的来一杯 花旗参竹枸杞茶 都是非常滋阴润肺 补肺气的养生食品 像这些柔柔润润的养生茶炖汤 最适合秋天调理了 那反过来说 什么食物不适合秋天呢 像是油炸的食物要少吃容易耗气 辛辣的食物也容易散气 还有很硬的难以消化的食物呢 也会伤我们的脾胃自弃跟肺气 第三个呢 就是秋天适合拍打肺筋跟完整呼吸 肺筋呢 是十二经络之手 管一身之气 我们中医讲精气神 精气神呢 其中气是最基本的 这个气呢 讲的不只是呼吸的那一口气 更讲的是全身也没有力气的那一口气 也就是说呢 不只是氧气空气很重要 我们身体里的气力跟一生之气更是重要 那么如何拍打肺筋来调理你的肺气呢 肺筋在哪里 肺筋呢 在我们正面的胸部跟我们的手上 从我们的胃开始往上到胸口 走我们的肩膀 一路走出来到大拇指 当你两手张开像抱树 或者像打太极的姿势的时候呢 这就是我们肺筋巡行的范围 那怎么拍打呢 姨女现在告诉你哦 我们要用空掌的方式 而不是食掌 如果我们用食掌的方式 这样子呢 打的会皮肤会有点刺痛 而空掌 比较不会有皮肤的刺痛感 而且还可以震动到你的肺筋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胃部开始拍打 拍到胸口 拍到肩前 一路 手臂 拍打到手肘 手腕 到你的大拇指 要记得哦 肺筋在左右都有 也就是从胃开始 拍打到胸口 拍到肩前 以及两手一直到大拇指处呢 就是我们完整的肺筋巡行范围 拍打完肺筋之后呢 还要记得哦 扩张我们的胸部 来进行瑜伽呼吸法 什么是瑜伽呼吸法呢 瑜伽是呢 发现哦 有节奏的呼吸方式呢 比深沉的深呼吸更能帮助你 这个节奏是2比4比1 也就是呢 2拍的吸气 4拍的吐气 跟1拍的转换 像是吸2 吐2 3 4 转换 吸2 吐2 3 4 转换 以这样的节奏呢 来帮你调整呼吸呢 不只比深呼吸更有效 长吐气呢 可以让你更完整的吸静 更清新的氧气 也可以帮助你调节你的心率 让身体放松跟减少压力哦 肺管一身之气 肺气旺自然体力精神都好 所以呢 容易有气管喉咙过敏问题的朋友哦 常常觉得体力精神差的人呢 都需要在秋天呢 好好的保养肺气 以上视频 是美国许氏深夜集团 希望你看到的健康资讯 更多的保养内容 请上现在医女杜成瑜的脸书 以及YouTube 咱们医女爱保养 下次见